5月5日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罗昌平侵害英雄历史名誉、荣誉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公开宣判 判处被告人罗昌平有期徒刑7个月 并承担在新浪网、法治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公开赔礼盗窃等民事责任 2021年10月6日,被告人罗昌平为博取关注 使用新浪微博账号罗昌平发布帖文 侮辱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、荣誉 引发公众强烈愤慨,造成恶劣社会影响